回眸来时路 救法用心之 大家好 我是赖瑞琳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1980年代末期 受到台币升值的影响 劳动 土地 还有环保成本不断地上涨 让许多台商选择外移 当然也造成了移民的风潮 在异地打拼 思乡之情油然而生 当受到来自台湾善念的启发 有机会可以在海外付出 回馈当地时 台商也就前仆后继的投入 而慈祭的海外种子 就是这样子落地生根的 一片黄沙飘扬的旷野 传来一阵凉凉的中文歌声 他们都是南非雷蒂史密斯 慈祭小学的学生 身穿慈祭制服的黑人小学生 带着天真活泼的笑容 在砖瓦建造的房子里上课 回想以前 他们在没有屋顶的土房子里上课的情况 现在能在砖瓦的新房子里上课 大家都非常开心 因为台商和慈祭人的一念不舍 让雷蒂史密斯国小学童的旧学力 从20%提升到90%以上 这不仅为南非百年的教育 变下了基础 也是慈祭在南非希望工程中的起点 这个在大树下读书的景象 是慈祭人在南非推动希望工程的原点 也是今天故事的开始 我们来欢迎拍下这一张照片 同时也是南非雷蒂史密斯 第一颗的慈祭种子 施红奇师兄 欢迎他 子孙好 全球观众朋友大家好 师兄 我们看到了这个景象 孩子读书吗 这个地方树啊 那个树荫都不是很茂密 这什么样的情形 因为刚刚开始到南非 南非这个种子隔离以后 这个百惠待兴 那学生真的没有学校可以读书 后来政府要开始办学校 那没有教室 只好请老师在这个暂时在塑校 这样教书 可是感觉这是很克难的耶 而且那里的冬天 夏天气温是不是都给他们很大的考验 是 因为那个冬天有时候是零度 马那是一度 那夏天三十几度 三十八度 其实这个都不适合在外面 早上那么早去的 在那里小孩子收成一团 那夏天那么热 小孩子真的受不了 要读书真的是很困难的 连教具都很缺乏 我们看到照片上老师好像在写的是黑板吗 因为那个时候刚刚开始 什么都没有 我们去的时候就看到 老师拿了一块三合板 钉在这个树下 老师就在那里写 写久了以后 那个木板根本就看不见老师写的字 老师只好用那个口述的方式 老师讲一句 学生附送一句这样写 刚刚开始有的地方还没有桌子 没有椅子 也没有铅笔 也没有书 就在那里口述 好辛苦 我们接下来看这一张照片 这个环境又是什么地方呢 看起来非常的旧 他们在创校 刚刚开始要创校 要创校的时候 资源都没有 没有 那个村民就弄了一些木头 用那个泥巴浮在这个墙壁 刚刚开始这样 但是他没有钱买屋顶 所以也只好就这样再上来 在这样的环境之下 您当时去勘察了 而且还写下了报导 也就是记录 我们来看你当时亲笔写的记录 在记录上面就写到了 忽然间三四十个孩子 小学生跑到教室外的野地上 就地方便后 一窝蜂又跑回来继续上课 因为他们没有厕所 慈忌人当场决定帮助他们 施师兄 您勘察完之后 跟校长说要帮他盖教室 校长当下的反应是什么 他刚刚开始不相信了 真的不相信 因为他来这里几年了 两三年了 没有人去帮助他 也没有人给他认得的资源 所以要给他一个外国人到这里来 要给他盖教室 当然非常地惊讶 所以对我们 刚刚是还蛮怀疑的 我们下了这个决定 也跟校长说了之后 接下来呢 我们几个师兄师姐 就大家开一个会 决定要帮他们 把这个一些教室补起来 把屋顶弄起来 我们看到这个师兄开始搬建材了 这是几天之后的事情 这六天而已 才六天之后 我们就把所有的需要的材料都买过来 我还来介绍一下 第一所你们要盖的这个教室 你们想象中是要盖成怎么样的呢 因为校长也要求不高 他说你帮我们买几块铁皮 把它盖起来就好 那我们想不对 应当要有窗子 要有一些其他的配备 所以我们就把一个这样没有屋顶的 把它弄得有屋顶 有窗子 有门 这样 我们来看到房子好像教室完成了 而且有屋顶 是 那个时候你就在现场小朋友的感受 你可以看到他每一个人都在笑 而且非常的高兴 确实如你所料 因为这样子土夯的 泥夯的教室 很快就遇到考验了 我们来看这张照片 这是发生什么事情了 还有人在屋顶上 这个几个月以后 屋顶就被风吹走了 因为这个墙壁是被 被这个雨水 那个泥巴淋湿了 所以很快就倒了 又倒了 那怎么办呢 后来我们就几个师姐师兄 就想 我们回去跟上门报告一下 我们要来仿造大陆震灾的模式 来能不能从基金会申请一笔经费 来把这个学校盖好一点 从盖教室我们当然要盖标准的 有水泥地板有窗 有这个标准教室 感觉像是不小的费用 因为那个时货 学生大概有将近三百人 那我们算算看 大概要最少要五千 五千那个时候的 这个材料的价钱 大概要五十万 我们有一个条件就是说 我们吃材料你们来盖 工人你们来找 后来我们工人 我们是以工代赞 还是给他们工钱 那这五十万的费用 要怎么来呢 那时候想法 那个时候想说回经社来 跟上人请示一下 那上人给我们一句话 就是说自力更生 就地取材 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上人就再讲了一句 就说你们到了当地 请了人家的便宜的工人 你们找了赚了人家的钱 但是你们要记住 头顶人家的天 脚踩了人家的地 你们要回馈 所以你们要自力更生 要在当地牧场 我们刚刚开始 很无奈 怎么做 那么多钱到哪里进来 后来我们几个师兄师姐 就商量了一下 这个林天静师兄 讲了一个名言 他说我们要学习 武姓心学的精神 我们要来自力更生 我们每一家爱护去牧场 穿着慈祭小学的制服 虔诚的御佛 这些都是台湾慈祭援助的小朋友 每年御佛时节 共同举办的活动 从1996年的7月到现在 慈祭南非志工 在雷蒂史密斯 已经援建了七所国小 事实上从1948年到1994年间 南非施行种族隔离制度 区分各色人种的生活归属 时宜住行 在1994年黑人执政之前 南非的黑人 更有五成以上是文盲 黑人学童不仅没机会上学 也没钱上学 黑人执政后 虽然有心办学 但普遇经费不足 许多学校除了有校名 土地和老师之外 什么都没有 我们已经答应人家 要帮人家盖教室了 而且上任给我们的法 又是要就地取材自立更生 是 那要怎么样跟人家募信募款呢 那个时候回来 犹豫了一下 我们就跟这个林天晋师兄 几个台商就商量了一下 后来我就想了一个方法 因为在台湾我做慈祭 也做了一段时间 也培心了一段时间 我就想来开茶会 最好的方法就是开茶会 家庭茶会 那家庭茶会我们每个礼拜 两个礼拜就会邀请 所有台商到家里来 来大家来讲慈祭聊慈祭 慢慢聊 他们对他们有信心 毕竟他们对慈祭什么样子 他们都不知道 所以一定要告诉他们说 这是上任的法 我们要来这里推展慈祭 要大家来共襄圣集 这样 但是当你讲到要盖学校的时候 他们相信吗 有一半的人是不相信的 有一半人很勉强 不过我们找到了几个 很好的会员 有的台商你知道吗 我拿了那个 好不容易从台湾带了那个 慈祭的那个叶康去 把我丢到一边去 我不看这个 你就心里上很没有测证 但是有的台商 听他做好事 他就很负责 变成一小股的人 四五个人就这样开始 开始 我们来盖学校 要盖一个这样标准的学校 他们认为他们认为 所以我们很快就把这些五十万 把木好了 买的材料 全的当地的工人去盖 盖好了 就马上完成了 终于我们看到这张照片上 就是我们的第一小学了 学校盖起来 看到那么亮丽 听说孩子也很欢喜 那个小孩子高兴得不得了 你可以看现在有两栋 这个是两栋 第一栋的时候 他们真的不可思议的事情 校长 老师 哇 好像这个飘落幕 抱着一只飘落幕一样 这么样的高兴 所以这个学校是花了多少时间 盖完成了呢 大概第一栋 大概有六个月的时间 第一栋盖好了 五间教室 然后马上就盖第二栋 第二栋盖完了 我们就到盖别的学校 后来就盖第三栋 共有八间教室 慢慢地增加到了 盖了二十二间 这一间我们盖了二十二间 可是毕竟第一间终于完成了 是不是对于后来的慕心慕爱 或者是让大家也有了信心 是啊 大家盖起来很有成就感 我们的夜宝是雄师节 刚刚都是加入职绩 刚刚也不懂 来参观啊 我们就办运动会啊 带了很多的鼓励 像阿根廷啊 美国的师姐师兄都会专程到 到Lady Smith 到南非来参观啊 前后有五年的 差不多五年的时间啊 就把所有的教室盖好 盖了八十几间教室 也损失了好几间 因为有的那个本地人呢 他技术不好 盖了一半房子倒下来 这些材料就浪费掉 也有了 慢慢地就盖了九十几间 后来我们的这个何师兄 何汤星师兄就继续地盖下去了 哇 您开始提到了 还有好多的关键人啊 因为在Lady Smith 有所谓的四大金刚 我们来看一下 包含您刚才提到的 何汤星师兄 还有像是 林天静师兄 还有呢 方龙生师兄 方龙生 当然还有你啦 是 这个四大互访金刚啊 要一起来盖校 那你们之间怎么样分工的呢 我想第一个 我们募款是最重要 募集了不少 刚刚开始 募款大概是小额嘛 几千块钱 几千块钱 老实讲要募集百万是有点困难 后来我们就想又提倡 大家来监龙董 你看我们四个都是龙董 他们都非常的发心 所以一下子就有很多钱来 支持这个计划 就把它完成了 我们花了这么多的经费 我们今天不要 就因为把学校盖好 就给他们就好 我们要让他们知道职绩 老师 这些老师是关键的目的 你一定要让他有职绩的精神 教授好的小孩子 所以具体到了学校 我们会跟老师的互动内容呢 有哪些 我们第一个 我们就是推长净思 所以我们也贴了很多 在学校里面贴了很多净思语 也教他们净思语 像这个黄中生 他就很有时间 他英文也讲得很好 就是到学校去讲净思语 讲慈祭的故事 我们再来看下一张照片 这是慈祭第二小学 从一开始看到真的是 湖的墙面很惨不忍睹 不过后来的感觉都不一样了 孩子们在里面读书 以及这个空间的感觉 屋顶都是很有安全感的 是 听说在第一所学校 对于那里的村民 他们的认同 老师的认同 您都直接感受到了 是啊 因为刚刚开始 在那么荒野的地方 盖出一个这个学校出来 第一个让村民 让老师校长学生都很有感 就是他们会感到非常高兴 而且老师有了教室以后 他的教学的方法都不一样 他真的是很努力在教 我们慈祭给他的一些慈祭的精神 他们就拿这些来教小孩子 这个小孩子改变了不少 这是真的 然后每个礼拜 我们的师兄师姐说 大家去教他们唱歌 慈祭歌 去教他们慈祭的精神 教教教师 那些是接受得到的 那我们是佛教徒 会不会有影响呢 我想没有 他们一般都是很感恩的 我的感觉 老师 校长 他对我们这些很感恩 比如说现在每一年的义佛节 我们在这个第一个学校去办 你知道学生来了两千人 家长来了一两千 那家长为什么要来 跑得那么远 他为什么要来 他来啊 他会感到这个时机 他有一点 他说我们念阿弥陀佛 这个时机 念阿弥陀佛来了 他们会 这个神会保佑我们 他们会这样讲 可以感受得到 当然我们也看到了 从学校的硬体上面的改变 跟学校心灵上的改变 甚至于对整个村庄 也繁荣起来了 是 对 这个村庄 那个地方 其实真的是什么都没有 就一个荒野 现在慢慢的人潮积极了 学生现在变成有一千五百人 一千两百的人 现在变成当地的一个模范的学校 还带动了很多的志工出来 在这个学校 现在每个礼拜 他们有一个环保路 就把学生所有的意志带来学校 我们的师姐带回去这样 这个整个气负跟以前是完全不一样 真正做到向人期待的希望的功臣 对 慈祭在南非雷蒂史密斯的发展 就是从当年的援助教室开始的 南非慈祭人不是只盖教室 让孩子们遮风避雨 在硬体完成之后 慈祭人还走进学校 关心学童的生活和教育 而慈祭在南非的志业 也就此开展 今天非常感恩 施红奇师兄的分享 感恩你 感恩你 在六十一年 不如普通 米歇没能买 米歇手头不能买 我们一起去乘衣工厂 帮人系那些乘衣 大本的乘衣 换了车 车车也没有 我就有時生活 之後我們就去工具木板的雕刻 木板雕刻和歐漢做這裡做四個月 我們六十三年跟日本沒有放高 木板的雕刻 塊木的雕刻就不可以做 不可以做 現在要怎樣 到六十五年 我們就去花蓮的寶店 大廳寶店做大衣 比較高級的十五人穿的大衣 但是到六十五年 六十三年到六十五年 那個老闆又搬去台北 搬去台北 我們又沒工作 不然米生有了 免衫有了 所以我就跟祥林說 不然現在老闆搬去台北 我們又沒工作 現在工具很好 我們又撲破片了 撲破片 我們現在費用很大 不然我們又恢復來 又撤米生的手頭 所以手動的手頭機 一直做到半自動的 我就去增加 去買半自動的機器 機器又撤 撤了六十九年 不知 經期又左下坡 左下坡 米生的手頭 沒辦法撤 無銷了 沒辦法維持生活 才去幫人做高中坡的營養 那是真空管 那是電子坡的 對我們的身體也很融化 不過我們為了維持生活 沒有辦法 還是要做 他們跟我們說 這個對身體影響很大 可是怎麼辦 那個設備就是這樣 還是做 之後就做到 高中坡的營養庫做到七十年 七十年 又經過七十一年 一樣的經濟 又沒有回升 然後去把化妝品的關抹 一體比較規限 回到的 那是一樣的外銷品 那裡 又不銷 我還要做到三天 做到的 又沒辦法 他一生 要怎樣 後來之後 又落電鍛錄器裡面的零件 那個流電 會跳到裡面的零件 做到的 又是一家月沒幾千塊 又不然就維持生活 後來就是做 做 營養食品 差不多都在那個時候 研發出來 但是那時候剛開始做 沒人知道說那個東西是那麼好 那個營養的東西 又是不銷 不銷 我還不可以維持生活 後來再去收費 手拉坯 那早期是真正的手拉坯 用錄爐 用拉的手拉坯 所以六十七十六年 做到八十年 做手拉坯 陶養的工作 那時候就是 家裡的車 跟他坐 因為我們都沒去病了 很多會員 回來參觀 所以看我在做手拉坯 看全精神 貫注在那裡 在那裡有 他們看一看 後來就跟我講說 廚師傅 我看你做這個培養 你全精神 融入在裡面 你這個培養的靈魂在裡面 因為全精神貫注 所以我說我們就是 助力更生 維持自己的生活 靠自己的勞力 我們就是工廠做道場 在工作當中 磨練我們的心 全精神在工作 這樣不要讓我們的心有扎亂 有散亂 就是這樣工作當中磨練 我們自己的心 靈魂